抬球必学的五个实战小技巧 技巧一 角度球 从带口中心延伸回来作为进球点 直线球没有问题 但是角度球就不行 因为白球有体积 边缘会先碰到目标球 那么从带口中心延伸 再延伸半颗球 也就是假想球的中心点 就可以进球 任何角度都是一样 技巧二 贴裤球 小角度贴裤球瞄准的时候 要感觉白球同时碰到窟边和球 这样进球率高 大角度贴裤球瞄准的时候 要感觉先碰窟边再碰球 所以白球要加带口方向的旋转 进球率高 技巧三 加赛球 很多量仔打加赛球容易吃干 如何调整 可以先瞄准锁定加赛点位 最后一次回干前 把干头往中干方向调回一点点 打出去的时候 干头朝加赛方向滑动 就不会吃干了 而且干法效果非常强 技巧四 手架 调整机球点的时候 不要手架不动 只通过后手调整球干高度 这样容易吃干 而且干法不透 那么调整机球点的时候 要通过手架的高低变化 来调整机球点 这样不容易吃干 技巧五 开球 初学者开球的时候 一般只瞄准第一颗球 打出去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偏 而且力量打不透 球开不散 那么在瞄准的时候 要贯穿这三颗球 形成一条线 这样打出去的时候 会比较精准 球开的比较散